恶毒继母为了弄死树母 竟将命悬一线的她 狠心推下悬崖卫郎 只见姑娘滚下悬崖后一动 誓死是活泉靠奇迹 这个悲惨的姑娘名叫卫央 因生母地位低贱 平日里没少遭到祖母的刁难 这天卫央在房间里吃着补服的馒头 不料一口馒头还没下毒 祖母身边的丫鬟 带着家丁气势汹汹的走开 原来是祖母散播流言 书卫央自带煞心命格影响了全府的安危 随后就被无情地绑在了柱子上 只见法师一番天灵灵地灵灵 装得有模有样 可实际上她早就被祖母收回了 首先阿尔小姐绝不能再留在府上 其次 你需用占了黑狗血的旁边 鞭打五十下不去煞气 方能把李家上下平安 听到法师这么说 李老爷当即决定牺牲女儿 来换取全家的平安 话音未落 一桶八十斤的黑狗血就被抬了上来 五十下 你干脆杀了我德了 你这么草剑人民才是休息之人吗 魏央边说边想挣出生死 可如今的处境让她再艰难逃 而法师更是不顾魏央的死 依教按照原本的计划开始对魏央行刺 随着法师一边边地落下 魏央距离皮开肉战只是时间问题 魏央动弹不得只能拼命咬牙忍住 高位上的主母健壮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眼看魏央已经被打得延缅离弃 老夫人及时感到阻止了情形 看着被绑起来打得遍体鳞伤的心理 老夫人顿时心疼不已 立刻希望而起能给自己几分国面饶不魏央 可主母却以全家人的安危为由 让老夫人无法再偏心 就在主母吩咐继续动手时 老夫人愿意折瘦十年 为全家上上下下 当上一次 开皮肚 魏央剩下的三十年 老夫人此话一出 众人瞬间被惊在了原地 主母也无话可说 魏央这才死里逃生 不至于被鞭打致死 可奇怪的是 被鞭打的伤口无论喝了多少浪 始终无法痊愈 而魏央也高烧不退 每日昏昏欲睡 母上的崔妈妈得到主母的示意 带着一众胡人阴狠的走来 二话不说要将魏央丢下悬崖卫狼 侍女子嫣拼命阻拦 你要再敢阻拦 限不限连你一块儿打个圈卫狼 崔妈妈威胁的话 瞬间让子嫣不再坚持 只能眼睁睁看着几个脖子将小姐带走 就这样原本重伤的魏央 彻底晕死过去生死为母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魏央竟奇迹般从昏迷中转醒 还不等他挣扎起身 竟然发现了远处的恶狼 早已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 本能的求生欲让魏央亮呛起身 拖着虚弱的身体 来到一旁的山洞躲了起来 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不能有事 强大的信念支撑着魏央 与此同时 一名白衣男子施展着轻功朝山洞而来 为了躲避身后的刺客 白衣男子只能躲进山洞 两人就这样不泣而愈 男子死死捂住魏央的嘴 以免他发出声响惊扰到刺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刺客终于搜寻无果离开了此地 此时魏央再也支持不住晕了过去 男子将他带到客栈还请来了大夫 大夫表示魏央是中了慢性疤 虽然能为他治疗但过程却异常痛苦 而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魏央 坚强地表示自己可以 他绝对不能让主母的奸绩得逞 随后大夫失真为魏央解决 细长的银针扎入了他的头部 强烈地痛感洗卷着每一个毛孔 魏央硬是咬牙不喊一声 这让男子也对他刮怒相看 最终魏央疼得晕厥过去 而男子也照顾了他一夜 次日魏央悠悠转醒 得知对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魏央急忙起身向男子扣谢救命的恩情 并请教对方的性命 两人也在此时成了朋友 魏央怎么也想不到 救他的人竟是当朝最有权势的三皇子 姑娘被恶毒妓母狠心扔下悬崖 无料却因祸得福被皇子看上 自从魏央被慕风救下后 便一直待在客栈养伤 夜晚魏央疼痛地难以入眠 慕风便弹琴帮他舒展情绪 魏央这才安稳地睡去 这天魏央接到皇上召见的消息 着急赶去皇宫 便来到房中与魏央告别 看着魏央沉睡的模样 魏央留下了一封书信依依不舍地离开 他相信两人还有再见的一天 而李府的祖母 以为自己已经成功除掉了魏央 高兴得差点要放放庆祖 除了还没高兴几秒 门外就传来了魏央回府的消息 这次魏央风风光光地从正门进口 再也没了之前的憋屈 心中发誓一定要让伤害自己人 得到应有的惩罚 屋中老夫人见孙女平安无事 欣喜不已 话里话外责备而其不应该听信妖言 对魏央动用鞭刑 祖母虽然恨得咬牙切齿 可面上还是得对魏央笑脸相迎 只因当初对魏央实行鞭刑的法师 已经被官府证实的是个骗子 魏央经历过生死 再也不是之前喜怒型余色的小姑娘了 魏央啊 之前母亲不该提醒妖言 不该对你动心 母亲 错了 魏央原谅母亲了 是真的原谅母亲了 两人在表面上达成了和解 可真正的勾心斗角才刚刚开始 宫中皇后设宴邀请了各家的小姐 魏央也在应邀之列 一大早她便跟随着马车来到皇宫 宴会上歌舞升平 皇后看着在座的世家千金笑得合不拢嘴 只盼今日能够挑一个重义的儿戏 宴会的真正目的不言而喻 各家千金纷纷献意 希望能够得到皇后的青睐 可魏央却对这一切不感兴趣 自顾自地来到院中闲逛 这是一阵悠扬的情声传来 熟悉的声音让魏央下意识地寻找来源 果然看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沐峰 两人一口同声 沐峰上前激动地拉住魏央的手 多日来的思念也在这一刻得到了缓解 魏央文言这才知道 眼前的人就是皇后的儿子 也是最有声望继承大统的皇子 魏央从没想过自己跟皇族有什么关联 一时间心中难以接受 便匆匆地告别魏央离开了皇宫 而魏央却没看出魏央的不对劲 反而欣喜地找到皇后 告诉母亲自己有了欣赏人 回到府中的魏央 对着魏央当初留下的信件发呆 丝毫不知道 她的大姐安然已经对她恨之入目 原来是安然从小对魏央就有爱慕之心 今日宴会本想跟魏央酗旭旧 却发现魏央与她如此亲密 这让安然度一滋生 发誓一定要除掉魏央 安然会想出什么狠毒的记者 魏央与沐风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吗 关注巴达下集更精彩